小程序页面上面用的样式叫WXSS 意思就是微信style sheets 它跟我们平时用的CSS差不多 只不过去做了一些扩展还有修改 小程序有一个主样式文件 就是在这个小程序根目录下面的app.wxss wxss是小程序样式文件的一个扩展名 在这个主样式文件里面定义的样式 我们可以在小程序的所有的页面上去使用 另外小程序的每一个页面 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单独的样式文件 一般这个样式文件跟页面的名字是一样的 在页面的样式文件里面定义的样式 只能够用在它所属的那个页面上 并且这些样式会覆盖掉 主样式文件里面定义的样式 小程序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尺寸单位 叫rpx 表示responsive pixel 响应式的像素 使用这种单位的值 会根据屏幕的宽度的变化而变化 那么它规定了屏幕的宽度是750rpx 比如说iPhone 6的屏幕宽度是375像素 那么这样rpx在iPhone 6这种设备上 一个rpx相当于0.5px 就是0.5像素 这个值呢就是设备屏幕的宽度 也就是375去除以750的一个结果 一个像素在iPhone 6上面相当于两个rpx 因为用750除以设备屏幕的宽度 375正好是2 在小程序的样式文件里面 我们还可以使用add import 去导入其他的样式文件 也就是你不用去把所有的样式 放在同一个样式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根据需求分离成不同的样式文件 然后去用add import导入这些样式文件就行了